想吃什麼叫外送 就能幫你送到家 非常方便 但有外送員爆料 送餐時竟然被卡在社區電梯11樓 長達一小時 我只是來送個餐 我就被關在裡面 如果今天又是暗的 我真的會怕又在高樓層 它會掉下去 什麼時候能出去都不知道 回想事發過程 人餘計猶存 宋小姐透露 二十一號晚上八點二十七分 送餐到內湖區的某社區 目的地在十三樓 但電梯在十樓和十一樓之間 突然停住 我先按了第一次 沒反應 後來又按第二次 沒反應 我再按好了 按長陰 我自己要想辦法救 我就打群組 直到其他外送員接獲消息 前來社區告知管理員有人受困 管理員才得知電梯卡住 之後消防員到場協助 才順利脫困 而事發社區外 一早就陸續有外送員 可見住戶叫外送相當頻繁 但電梯有問題 似乎不是頭一遭 今天是蠻強壞掉 那個要叫叫熊的 最近對這裡都一直在保養 外送產業工會指出 事發之後社區人員不聞不問 還對宋小姐說 你人又沒受傷 這樣不就好了 外送員各地方都有各自的群組 就會有這種聚接的那種自主的行為 公會這邊立場就是說 電梯使用安全的問題 所以其實不管是外送員還是住戶 我們希望各個社區都能夠一視同仁 遭指控的社區則澄清 事發兩到三分鐘內 就有其他外送員來通知 社區也立刻聯絡電梯公司 而主委也有提出紅包補償 只是這社區已經讓外送員人心惶惶 第九令政見 曹文霖 台北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子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